中国国足总是一席一忧 规划巨星费南多破门 李源一却被高天义坑惨了 吃红盘下一场必将停赛 情况并不是很妙 中国国足面对新加坡队 本场比赛国足在第65分钟再度破门 取得2比1领先 上半场比赛双方踢成了1比1平 而且还是国足刚进球 立刻被对面给偷了一个 整体上来讲 这个形势对于国足半场是比较不利的 但是随着下半场的一个点球 费南多完成了自己国家队首秀之后的第一脚破门 那么也是正式帮中国国足 是再次取得了比分上的反超 结果形势一片大好 新加坡队也没什么换身机会了 眼看天赐良机就来了 可是此时巨大的争议出现了 第79分钟的时候 李源一凶狠放缠踢到对面 直接被主裁判红盘发下 这场比赛都没有VAR 所以说我们想申诉也申诉不了了 而这张红盘一出来 对于国足就非常的不利了 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也将受到一个巨大的打击 我们都知道这吴磊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吴磊的实力也不用多说 可是你怎么能说 这国足接下来又要少了一个吴磊 少了一个李源一呢 吴磊在本场比赛 国足刚刚进球之后 就直接遭遇到了一个暴击 和对手发生冲突 吃了一张黄牌 要累计黄牌竞赛 然后现在李源一又凶狠放缠 吃红牌 下一场却两大处理 国足不好打 还好接下来 吴磊又用一个进球 十打十一的行动下 帮助中国国足时锁定胜局 但是我们说 下一场就提泰国 那才是真正的生死之战了